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下面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好像看過他了 那麼 不過學數學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沒有要學生把題型背起來啊 定證三遍啊 下次看到不準錯啊 那 對於很重要的知識你又希望他一定要 會的話 或者是很有 教的價值的話 我們就是 重複的教他 那麼 這個問題我們還會再看到 在這個學期末 教完三角形三顆星之後 我們還會再看到 三角形ABC裡面 AB是11 BC是13 AC是12 然後PQ平行於BC 那這個PQ平行於BC 他這個PQ到底在哪裡呢 題目其實有畫圖給你 就是說 角B有角平分線 延伸 角C有角平分線延伸 這兩個角平分線剛好交在I點 然後你過I點 做一條平行於PQ 平行於BC的線 那條線 交AB和AC2點 是PQ 也就是說這裡是角平分線 這裡是角平分線 這裡平行 這樣子 那 他要問這個 三角形 APQ和三角形 ABC這個面積的比 那是不是可以把APQ的面積 除出來 這樣子 可以嗎 那麼第一個問題 APQ跟ABC的面積比 其實應該不難看出來他們是相似型 因為這裡平行這個嘛 對不對 所以面積比是邊長比的平方 那問題就是說那邊長比是多少 也就是說我能不能夠知道AP是 多少 或者說AP比AB的這個比例是多少 然後我把它平方嘛 因為我要比例 那麼這一題呢 是這樣子的 因為這個問題我們為什麼會重複教呢 因為他用到很多 很多很有價值的知識 首先平行線 有沒有看到平行線 內挫腳相等 這個我們以前教過這件事情 內挫腳相等 結果因為這個是腳平分線 我們說平行線如果遇到腳平分就會出現等腰 所以現在你看到的 我上面那個不應該塗粉紅色 害我現在沒顏色可以用 好吧 用紫色 你現在看到的紫色BP呢 他其實會等於紫色的PI 可以嗎 同樣的道理 這裡叉叉 然後一樣平行線所以內挫腳相等上面也是叉叉 那這裡又出現等腰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橘色QI就會等於橘色QC 那這樣子有什麼用呢 我為什麼這樣子我可以算出 比如說這個長度或這個長度呢 他其實有一個 有一點點取巧的技巧 就是你會發現 所以其實上面這個三角形 第一點我們要捕捉到但是這也是最簡單的就是 三角形APQ會相似於三角形ABC嘛 對不對 那既然相似好第二點我們要捕捉到就是你會發現 三角形APQ的周長呢 是AP加P加P加AQ 但是如果你把PQ這個這一段 像一扇門 像那個廁所 那個公廁的那個門 不是有那種彈簧門嗎 你把它打開來 翻下來 你就會發現 第二件我們要注意到的事情就是 三角形APQ之周長 他其實就會等於AB和BC AB和AC 所以說呢 AB是11 AC是12 所以 等於 這樣很不好算 那 我介意的話改一下題目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 原本這裡題目寫錯了 AC是13 我們把AC改成13 BC改成12 這樣數字好看一點 剛才那樣都是對的啦 但是就是數字會很不好看 OK 好 那麼 A AC AB和AC合起來就是24 可以嗎 這第二步 第二步 那知道在幹嘛 最重要就是第三步啦 好 好 換黑色形 重點 因為我們知道他們是相似三角形 那我們前面有說 相似三角形的特殊線段都 成那個固定的比例就是他的邊長比 然後面積是邊長比平方 那過去我們的應用 我們都是把 就是邊長比 拿去引用到既然你邊長比是3比5 那你高也是3比5 腳平分線的那個結線段的長度也是3比5 然後 面積比是9比25 那麼在這裡要倒過來 也就是說既然我們已經取得周長是24了 ABC的周長是 你加起來會是36啊 所以 三角形 APQ 與三角形的這個 ABC ABC 支邊長比 就會等於他們的周長比 也就會是 24比36 也就是2比3 所以 其實呢 其實 比如說AP是 AB的三分之二 他是 三分之二十二 這樣子 好那 這個我們並不需要真的求出這條 因為我們已經抓到比例了 所以他的面積比 就會是 周長邊長比的平方 也就周長比3比2 2比3的平方 所以是 4比9 OK OK 那最後 這個他問你 那麼三角形APQ的面積 其實那一般 抓這裡啦 那我們在這裡多問最後這個問題 要你實際求出來 APQ的面積 那麼當然你如果求得出 ABC的面積乘以 九分之四 那所以就是說 ABC的面積到底是多少 那這是 我在這裡額外加的一個問題 我們換來這邊 這個 11 13 12 那這樣子的話 到底會是多少 有沒有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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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所以呢 要注意 其實我們在國中有學到一個方法 可以用來解開所有 取得三邊的 三角形的面積 只是 在很多時候 他 看起來很難算罷了 那怎麼樣的方法呢 就是 這樣子啦 那 在這裡 A 對 BC做一個高H 那麼AH 在左邊這個 指導三角形裡面 他是算 13平方 -X平方 在右邊這個 指導三角形裡面 AH的平方 會是 11平方- 12-X的平方 於是你就會得到169-X平方 會等於 121- 144- x平方加 24x OK 然後 所以這邊 這邊 這邊 多少 23 負23 負23丟 -X平方-X平方 殺掉 所以負23丟過去 加23 69加23 82 不對 92 192 24x 等於24x 可以嗎 192是24x 所以x14 多少啊 8 8 有這麼漂亮嗎 被嚇到了 真的嗎 8268 是真的耶 蠻有可能 出題目的人自己都沒有意識到他是整數 如果這裡是8的話這裡是4耶 我們來算一下 這個 根號13 169-64 169-64 是105 那這邊 121-16 也是105耶 好漂亮啊 不小心的 真開心 那麼 於是就可以算出來 不好意思喔 故事還沒結束 對啦 重要的其實是這個H 重要是這個H 那所以這個H算出來的是 H是 就是就是AH 根號105啦 那105是這個3乘5乘7 所以開不出來的 那 所以整個三角形的面積其實是12乘以 所以是6根號105 那麼所以其實 這個三角形APQ 他的面積會是 三分之二 不對 九分之四倍的6根號105 所以會是 這個約 約掉3 三分之八 OK 這是答案 這這一題啦 這個數字還蠻不錯的 建議大家可以出給 學生座 對 那 你看像這樣一題 我們同時練習了什麼 同時練習了平行線 內挫腳 對不對 然後這裡是等腰那個 平行線遇到腳平分線會出現等腰三回形 折上來 然後相似形 相似形的面積比是邊 邊長比 邊長比的平方 然後邊長比會跟周長比一樣 所以用周長比來求 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練習去求一個知道三邊的三角形的面積 然後 取得最後的答案 算難題 當然 當然算難題 但是就是說 重點不是他難不難啦 有沒有要打分數 重點就是說 在這樣子的問題裡面 我們可以做很多的練習 那個我本來要打算要在這一張跟大家閒聊 一些 關於這個 天文和 這個天空景象的 知識啦 但是一方面就是我們的課程很緊湊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大家好像要在下學期才會在地科學道 所以我們就沒有多聊 那不過在這裡可以先聊一件不需要 不需要太多前置知識的 道理 我發現很多學生對 那個天文觀念很 缺乏 有的學生都會問我說 老師那個 宇宙 宇宙中是不是只有地球一顆是行星 然後問說是不是只有太陽有行星 那我就跟他說沒有 就是都有行星 然後他們就會問說 可是老師不是說天上的都是恆星嗎 那 沒有錯 你晚上抬頭看到天空中 但不是說都是 我們之前的某一堂課裡面有聊到啦 行星有那個金星跟火星我們也看得到 水星有的時候也看得到 但是你晚上抬頭在天空中你看到的幾乎都是 恆星 就是除了我剛剛講的那三顆以外 其他的你大概都觀測不到 就算你有觀測到系內的就是你用那個 很高倍數的望遠鏡可能可以看到土星之類的 那 除此之外 你系外的 系外的行星 幾乎都看不到 就是所謂的這個 系外 就是太陽系以外的行星 太陽系以外的 恆星 那其實事實上每一顆恆星都可能有 自己的行星 所以我們在晚上 抬頭看到天上的星星 他們都是恆星 因為恆星才會發光 但是他們都有自己的太陽系 就是雖然他不叫太陽 他們都會有自己的位 自己的那個行星在那邊繞 只是呢 離我們太遠了 離我們遠到 像太陽那麼大一顆恆星 對在天空中都變成一點 那你想想看 原本在太陽旁邊繞的那些不會發光的行星 像地球這樣子的存在 在我們這邊看過去呢 當然就是看不到了 所以其實有 這一些 這一些天上的星星 他們是恆星 然後他們都有自己的 大部分啦 不是大部分 就是很多啦 都有自己的行星 只是我們都不容易觀測到 那 不容易觀測到 怎麼知道有呢 其實天文學家還是 能夠推論出來有的 還是有觀測到的 但是這個觀測不是我們這 就是我們現在這種就是用肉眼看說 喔喔喔這裡有一顆星 不是這樣子 他們是怎麼觀察的呢 因為我剛才講嘛 像太陽這麼大一顆 因為離地球太遠了 就是某一顆恆星 比如說什麼 什麼 天狼星之類的 他比天狼星比太陽還要大 他因為離地球太遠了 所以導致他 在夜空中都只是一個點啊 那他的行星我們怎麼看到 那其實有一個方式 就是所謂的 零日現象 什麼叫零日現象呢 零就是那個 霸零 七零 七負 零就是 或者是那個什麼 零波微步 零就是覆蓋在上面 七壓你 就是 零架在你上面 那所以 他們本身 天空上的星星本身是恆星嘛 所以我們現在 從地球看過去的時候 他會發光 那他的行星不是繞著他一直轉嗎 所以他的行星有一個機會 會落在這顆恆星 跟地球的中間 所以他繞著他轉這一圈的時候 有機會會擋在我們兩者之間 那擋在 他的恆星前面 哎呦 這麼大膽 竟然敢擋在我前面 就是這個 既然敢凌駕在我之上 三點水 兩點水 忘了 好 對 越寫越不像 但是 就是這樣 那個靈駕的靈 應該是了吧 其實我都寫一樣的 但是就是 不知道 中文字就是會這樣 越寫越不像 那麼 好 所以 這個 我們就會利用這個機會 如果這一顆 恆星 他的行星有那個機會 擋在 他跟地球中間 也就是他會 稍微的蓋住 他的 那個 母恆星的光芒的話 那在地球上看到 他的母恆星的光芒就會暗一下 那我們就會發現 如果他的這個 母恆星的光芒有 周期性的 每隔 比如說 三個月暗一下 每隔三個月暗一下 我們就會發現怎麼樣 他有一顆行星 以三個月為周期 繞他 所以每三個月 會出現一次 就是他跨過 他的前面 擋在我們兩者之間 好 那這個 我們稱為 行星臨日 那這個日不是指 我們的這顆太陽 而是指 他的恆星 好 那我們用這個方式來觀察 這些系外的恆星 他們有沒有行星 這樣子 那也通常都會透過這個機會去 用其他的光學儀器去這個 分析這顆行星的材質 那不過我要強調的一點就是說 這個現象 其實我們肉眼是很難發現的 所以我剛才講的這種 臨日現象都是用科學儀器觀察 紅外線 之類的 我們肉眼其實很難看到 那那個夜空中星星會一閃一閃 其實不是因為行星臨日 那個 那個課本會教 他是因為大氣層裡面有雲氣 會導致他 看起來那個光芒閃爍不定 然後我們來看這一題 他這裡有一個四邊形 他跟你說如果著色區域面積相等的話 那麼 下面四個選項 哪一個是正確的 這樣子 好 那麼在這個問題裡面呢 大家可以想想看 就是說你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跟你說 這兩個著色區域面積相等 那你會不會覺得說 他不是本來面積就要相等吧 那如果你有這樣子的 錯覺 但是是好的錯覺 那恭喜你 你已經 這個 Step 1 你已經走到Step 1 但是你接著就要發現 這是錯覺 題目沒有出錯喔 那所以他其實不一定面積要相等的 那你要去想想看說 那我為什麼會有這個錯覺 他會讓你覺得說 他好像面積一定會相等的原因是因為你以為他是平行四邊形 但他不一定是平行四邊形 那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去想想看說 當初我們以為他是平行四邊形的時候的一些推論 在這裡不見得會成立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如果他不是平行四邊形的話 我們在哪裡看過這個東西 在T形的那個單元 我們是不是也常常看到 基本上你只要有平行 你就可能會怎麼樣 出現兩個三角形面積一樣 扣掉這個 所以這兩個一樣 那現在我並不知道哪兩個三角形面積是一樣的 所以我反過來我說 三角形 AC珠 這一個 他的面積是 著色部分加ACE 那 我就不寫了 用講了 他的面積是著色部分加ACE 他會等於著色部分加ACE 因為著色部分面積一樣 所以他就會直接等於三角形 BC珠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因為同底 他們都使用CD當底 也就是說 這個 他們既然這兩塊面積一樣 所以他們做高做下來 應該要會一樣 因為他們是同底的 所以 這樣我就可以推支 如果我把AB連起來的話 這個 他同時有兩條垂直在這條線上的話 那他應該是 平行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AB平行於CD AB平行於CD 所以這兩個其實是內錯角形的 所以題目的A跟C CAB和AC珠 的 這兩個角其實是一樣 這兩個選項都是不對的 可以嗎 那麼接下來他問 那BE和DE到底誰會比較長 BE跟DE 到底誰會比較長呢 那這樣子的話呢 然後呢 這個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從這裡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這兩條平行的嘛 所以這裡就出現一個相似型 A相似 所以 他的邊長就是 10比11 所以CD DE是比BE長的 那麼 這是這一集的作業 那麼我們下面下一集呢 就會這個 全力來介紹應用問題 有三題 我們繼續上到這裡